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签证 美国绿卡 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当然我们看到有一些情况变化 是吧 现在对于出生在中国的申请人 办理美国的工作签证以及绿卡 可能比以前会更难一些 有更多限制 有的原来可能相对不那么要紧的violation 现在可能会被更详细的检查 申请人需要相应的避免一些陷阱 不要打擦边球 然后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比如说汇率变化 造成学费和其他费用负担就不一样 然后在美国就业这也是一个挑战 那么从大的趋势上来说 就像我们看的说从长远长期来说 经济总会增长 这个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波动 萧条 但是如果你放到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看 大的趋势还是明显 所以类似的虽然有一时的波动 但是你也可以看大的趋势 比如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数量 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幅度的增加 这个大家都看到 所以相应的因为绿卡的名额并没有增加 虽然也没有减少 但是申请人增加了 所以早晚会有名额这样的问题 此前我们也都讲过 当然实际上可能发生的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快一些 因为除了一个需求和供给的问题以外 还有美国的新总统 新政府 政策问题 那么我们还要看到这一方面 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还是因为美国的签证政策相对来说比较宽松 当然个人肯定有被拒签的 那么同时美国的移民签证政策 允许申请人在等待和申请绿卡期间 可以用其他类别的签证留在美国来学习工作来等待 那么为什么申请人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了 这个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印度等等国家普及高等教育 所以符合资格条件 留学到美国的人比原来数量增加了很 当然了有很多人可能学成以后离开了美国 但是这个数字恐怕还不会高到8% 90% 不会是说有8% 90%的人都毕业以后 就马上离开美国 那么相应的应该怎么来应对 怎么来规划呢 对个人来说趋势可能个人很难改变 个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 早做准备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另外多了解关于绿卡签证方面申请的信息 不要错过机会 不要犯一些错误 美国的移民政策总体来说 我们认为还算是比较宽松的 现在可能没有过去好 纵向比较 但是横向比较和世界很多其他地方比 大家知道美国还是这样最大的移民国家 目前美国的亲属移民就不提了 你需要有亲属在美国 职业移民只要雇主支持就可以申请 这一点应当说 比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等地方还是比较灵活的 也有一些政治家讲到 说要改成大分制 要放开 但是从这个角度 也有一些现实的后勤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现在的抽签移民 然后只允许世界上一些国家来申请 像人口众多的国家 申请人可能也比较多的国家 中国 印度 墨西哥等等 都不能办这个抽签 即使如此 每年在全球范围 有两千万人左右 提交这个抽签移民的申请 那么类似的呢 我们可以猜想 可以考虑预测到 如果说美国要移民放开 采用大分制 全球都可以随便申请 恐怕每年会有几千万人申请 那么移民局是否能够处理的过来 一个实际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认为美国呢 移民政策恐怕也不容易 某一天呢 一下就变成 类似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 有政府主导的 那么有企业主导的呢 还是有相当的优势的 比如说你毕业以后 有足够的能力 那么有的企业呢 雇主来支持你的旅卡申请 你就可以办理工作签证和美国旅卡 那么当然了 这个供求关系呢 肯定会影响了旅卡的办理 但是呢 供求关系不是一切 经济学讲的这个价格 还有价值的问题 比如说一辆汽车 即使再供过于求 这价格呢 也不太可能说 下跌到像玩具汽车 我们的预测呢 因为申请人数量比较多 所以呢 对于出生在中国的申请人来说 排期呢 应该会长期存在 但另一方面呢 大概也不会太长 此前我们也已经讲过 2019年的像7月排期 和8年以前 2011年的排期相比 实际上都要更短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因为各种原因嘛 拿到美国的工作签证 数量没有那么多 那么相应的 绿卡申请人的数量 实际上还是有限的 从个人角度来说 怎么样更好的应对和规划呢 如果你到美国留学 或者作为访问学者 可以较早的开始来积累 个人的条件 资质 不管是学位 还是学术成果 其他方面的成果 媒体报道 大家知道呢 媒体报道很重要 论文发表 引用啊 以及推荐人啊 联系积累 是吧 审稿 以及个人的能力啊 如果说你 做的不是科研 学术工作 也没有关系 因为足够的这个能力 能够有在美国合适的专业工作 雇主支持 大家知道呢 现在随着有这个排期问题 申请处理更长 所以呢 需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问题 一个呢 是当下的签证 另一个是将来的绿卡 经常有人呢 把这两点混为一坛 申请的绿卡呢 比如说你有资格 能够拿到批准 往往从开始办理 到拿到呢 至少要两三年的时间 与此同时呢 如果你想继续在美国生活和工作 你还需要在当前 保持有效的签证身份 工作许可 包括学生签证 毕业以后可以有OPT 如果你读不止一个学位 毕业以后呢 还可以有新的OPT 如果是理工科 STEM专业 OPT可以延期 另外呢 也还可以有工作签证 有很多人问到说 我申请140 PURM 这个绿卡会不会和我的签证申请 OPT延期 或者我办理工作签证申请 中间有什么冲突吗 一般来说是没有的 这个呢 我们也有专门的视频 讲到有了移民倾向 会怎么样等等 可以参考 那么当然有工作签证最好 如果没有能够保持 或者过期了呢 也可以转成学生签证 或者访问学者签证 或者其他的签证 或者即使你离开美国 将来再返回你提交的绿卡申请 一般来说呢 会继续有效 然后仍然可以让你在将来 拿到美国绿卡 好 我们这里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更新啊 情况在当前形势下 怎样规划美国绿卡申请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